昨天晚上有抬头看看天空吗 昨天晚上对天文迷来说 可是等了24年的奇迹时刻 月泉时再加上最大的满月 从昨天忙碗开始登场 东部海岸风景管理处 就特别直播了这月泉时的过程 让待在家的民众也能欣赏 所以他们昨天看到 不只月光透出了红色光芒的这一刻 还拍到了一架飞机乱入直播 给网友一个意外的彩蛋惊喜 来到美丽的东海岸 一场天文大秀 即将登场 就等夜幕低垂 会为24年的月泉时 加上最大满月 要让天文迷一次看个够 从下午4点46分开始 半饮时时先揭开序幕 接着5点45分出亏 月亮被偷吃了一口 晚间7点09分 开始了最精华的泉时阶段 从时计时盛到声光 超级月亮隐没在阴影中 透出淡淡的红色 呈现古铜色的美 同一时间 更有不少天文明拿起相机 全程记录下这难得的景象 最后在晚上8点53分复原 9点51分结束 全程5小时又5分钟 中南部各地都有民众 拍到这颗超级血月 但也有部分地区云层太厚 无缘用肉眼欣赏 幸好透过东部海岸风景管理处 架设的直播 可以线上观看 过程中还意外拍到一架飞机 就从月时的景象前飞跃 给了网友一个意外的彩蛋 因为错过了这一次 可要再等12年 华市新闻 今天汪前晃陈军逸 台东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